大家中午好 我是苏州大学功能纳米软物质研究院的文超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讲座的题目是 利用导电原子力显微镜 研究与二维材料兼容的高K界电质薄膜 我的讲座将分为四个部分 在第一个部分 我将介绍微电子器件中的传统界电质薄膜 和二维界电质薄膜 接下来我将介绍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 能量色散X射线光谱 以及电子能量损失谱 来表征我们样品的形貌性器 然后呢我将着重介绍 利用导电原子力显微镜 研究我们薄膜的纳米级别的电穴性质 然后最后一部分是我们的结论 界电材料对于微电子器件来说十分重要 我们首先用到的界电材料是二氧化硅 但是根据摩尔电率 我们器件的尺寸越来越小 这道就我们的二氧化硅层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的二氧化硅层 导致有许多漏电流会穿过二氧化硅层 增加了我们器件能耗 也降低了我们器件的可靠性 于是我们引入了高K界电脂材料 比如传统的二氧化哈 二氧化菜 三氧化二铝等来代替二氧化硅 从而解决这个漏电流的问题 越来越小尺寸也要求我们引入了新的 勾道层材料来代替传统勾道层 我们引入了石墨烯 柔化木等二维材料 从而增加了勾道层载留子的迁移率 但是呢 当我们引入这些二维勾道层的时候 我们传统的界电脂材料 它们表面有许多悬挂件 于是这些传统的界电脂材料 比如二氧化哈等 它们和这些二维勾道层之间连接 是具有许多问题的 这会导致一些不好的现象 比如说耻质现象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 我们引入了二维界电材料 比如说六方氮化棚 当我们引入这些六方氮化棚的 二维界电材料的时候 它可以和二维勾道层之间 形成一个泛德华结构 从而解决了之前很有问题的 三维界电材料和二维勾道层 很有问题的界面的这一个问题 于是 但是对于六方氮化棚来说 它的能带系比较窄 只有6.08电子伏特 而且它的界电常数呢 只有3.76 和六方氮化棚 还有二氧化棚相比 浮化钙具有一个较宽的能带系 为12.1电子伏特 而且它的界电常数呢 为8.43 比我们的二氧化棚 和六方氮化棚都要高 更重要的是 浮化钙的表面 111精面的表面 它是由一层浮原子组成 这层浮原子呢 可以阻止悬挂件的形成 于是浮化钙111精面 和我们的二维材料中 和我们的二维勾道间 可以形成一个 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干净的 类似泛德华兹结构 从而解决了我们传统的 高K电阶质材料的一些问题 接下来我们在 Nature Electronics上读到一篇文章 它们把浮化钙 引入到了流化木晶体管当中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一张TN的图 浮化钙是生长在N型硅上的 然后上面 它们转移了CVD法 生长的流化木 然后它们的器件 显现出一个非常小的磁质性 而且它们的开关比 开关电流比 可以达到17次方 于是我们十分好奇 在纳米级别下 浮化钙会显现出 怎样的电穴性质 首先呢我们利用 透射电子显微镜 来进行了一些形貌的表征 我们的浮化钙 是生长在N型硅上面的 然后条件呢是250摄氏度 我们的方法是分子输外沿法 然后在浮化钙上面呢 我们镀了一层个 然后这个钙的 之所以镀这个钙呢 是为了防止在Fib切割 使Fib能量过高 来破坏我们的浮化钙层 然后这个镀钙的时候呢 我们形成一层氧化钙 所以在这EDX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钙的分布 我们有很多氧元素的分布 在钙下面呢 我们有很清晰的钙元素 和浮元素的分布 而且它们两个分布是重合的 代表这里有很清晰 我们生成了一层浮化钙层 在下面呢 我们有我们的硅元素 在右边的EARS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代表钙 紫色代表浮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间 钙和浮两个元素 具有非常明显的风 而且接下来呢 我们收集超过56个连续的 总长度为2微米的 纳米级别的PM图像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些TEM图像中 我们有一段长达16.8纳米的 层状图案 从这个层状图案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浮化钙的厚度在2.53纳米 而它的层间距在0.32纳米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 在刚才Nature Electronics那篇文章上 我们也看到了TEM图 而且它们也在文章中指出 层间距为0.32纳米左右 但是呢 从它们的TEM图当中 是不足以证明 它们的层间距是0.32纳米的 我们的TEM图相对来说 更为清晰一些 接下来呢 我们发现在浮化钙超薄膜当中 会发现有不同的图案 首先呢 这左边呢 有六角图案 中间有立方图案 还有我们能发现点状图案 这个不同的图案 是因为我们浮化钙的 金像的角度 相对于透视原子粒纤维镜 这种纤维镜当中 电子树的角度是不同而导致的 而且呢 很有趣的是 这些图案非常平滑的 彼此融合 TEM图当中 几乎没有看到可见的缺陷 接下来我们用 原子粒纤维镜 原子粒纤维镜 来扫描了浮化钙表面 然后我们发现 浮化钙的表面非常平坦 它的粗糙度仅为54平米 接下来下面的高度图 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同时我们也扫描了 其他三个样品 第一个样品是 二氧化硅 二氧化硅是4.7纳米 是由英飞宁科技公司 用热氧化生长 用热氧化方法生长的 第二样品为二氧化钙 厚度为2纳米 是用原子层成绩生长的 我们可以看到 二氧化硅和二氧化钙 它的粗糙度都非常的小 它的粗糙度都在200平米以下 证明我们的表面是十分平坦的 从TM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厚度几乎没有任何波动 而且这两个氧化层 它都是非金区的 都是非金钙的 第三个样品呢 是我们的六方氮化棚 由于我们六方氮化棚 六方氮化棚是由化学气象 沉积方法生长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六方氮化棚的粗糙度 在416平米 也是相对平坦 也是相对平坦的 而从TM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清晰的成状结构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有这个CVD生长 六方氮化棚当中 有一些缺陷 而这些缺陷是非金钙的 所以呢 我想比较一下 机械玻璃法 制备氮化棚 和CVD法 制备氮化棚的一个区别 首先呢 这个是CFM图 这边是机械玻璃法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它的层数 仅为两层 但是它的组值 却有10兆欧 而且它整个 200纳米成 一微米的 这一块区域内 它的均匀性 是非常高的 几乎没有可见的 微弱的电流点 但是呢 对于CVD生长的氮化棚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它是一块 不大的面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黑色点 这些黑色点 代表是它 微弱的导电点 也就是说 我们CVD生长的氮化棚 它的均匀性 电穴方面的均匀性 没有我们机械玻璃法 生长氮化棚高 但是呢 我们机械玻璃法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说 我们无法控制 很好的控制 我们机械玻璃的 氮化棚的大小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 我们的 有一块 两块氮化棚 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它的长度 大约为15微米 然后宽度为7微米 而这边的 机械玻璃法 生长氮化 制备氮化棚 会更大一些 而同时呢 我们也没办法 很好的控制 机械玻璃法 出来的厚度 我们看到 这张图里面 首先我们有一个 四层的氮化棚区域 这里有一个 一层氮化棚区域 这里有个 八层的氮化棚区域 所以 机械玻璃法 制备氮化棚 有两个缺点 一个是 它的尺寸不可够 第二个是 它的厚度 是很难控制的 而相对于 机械玻璃法 虽然说 我们 CVD法 虽然说 我们的均匀性 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们可以 把面积做到很大 这边呢 是最近 Nature Electronics 文章上面 蓝者教授 发表的一篇文章 他们做到了 把 CVD生长氮化棚 运用到了 一个 Wafer Skill 也就是说 晶圆大小的 我们的一个 Memoristor 一组系当中 所以说 这就是 这也是为什么 接下来 我会讨论 CVD生长氮化棚的 电穴性质 而不是 机械玻璃法 生长氮化棚 电穴性质 的原因 这里呢 我还想比较一下 二维 六方氮化棚 CVD生长的 它的TM图 和 我们用 分子输外延法 生长的 浮化钙 它的TM图的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有可见的 有可见的缺陷 接下来是 就是我这次 我这次讲做重点内容 也就是利用导电 原子力显微镜 来进行 纳米级别的 电穴表征 在开始我们的 介绍我们的实验之前呢 我想介绍一下 我们的NX Hivec 原子力显微镜 它总共呢 有四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 我们可以在真空的环境 当中进行工作 它真空度 可以低至 10的 负6次方拖 第二个点在于 我们可以使用 对数前置放大器 当使用对数前置放大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测量 电流的范围 在10πm到1毫安级别 第三个点呢 在于我们可以 把我们的样品 加热到600摄氏度 从而测量 我们的样品 在高温下的状态 第四个点呢 在于我们可以 把我们的CFM 和半导体参数分析 相连接起来 从而可以对我们的 器件进行脉冲模式的测量 有这个非常有力的 原子力显微镜 我们首先测量了 我们四个样品 浮化钙 二氧化硅 二氧化钙 还有CVD生长的 六方氮化棚的电流图 在这些电流图当中呢 我们有红色的点 代表是我们 在这个整个样品表 样品中呢 它有一些薄弱的导电点 在下面呢 我们对它的薄弱导电点的 尺寸进行了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在浮化钙当中 它薄弱导电点的 平均半径是最小的 大概在3.7纳米当中 而在其他三个样品当中 它们的导电点的尺寸 都相对较大 尤其在CVD生长的 这个方氮化棚当中 它的平均尺寸在 14.48纳米左右 是几乎是 这个浮化钙的三倍 接下来呢 我们对我们的 浮化钙样品 进行了浮安特性曲线的测量 首先我们扫描了一张形貌图 它的长宽都为20微米 然后我们选取了100个测量位置 并在每个测量位置 做一条浮安特性曲线 于是我们得到了 浮化钙薄膜当中的 100条浮安特性曲线 在这些浮安特性曲线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100条点 显现出了非常低的差异线 而且随着电流的增加 我们一开始的电流 始终停留在噪音级别 我们有很小很小的漏电流 在随着电 当电压达到了 6至7伏之间的时候 它有个电流突然增加 这里的电流 是因为我们的 借电质机穿造成的 而在借电质机穿之前的 漏电流呢 是十分低的 第三个点在于呢 我们的浮化钙 虽然它只有2.5纳米 我们的机穿电压 却是大于6伏的 这代表我们的浮化钙薄膜 具有非常高的接电强度 接下来呢 我们在浮化钙薄膜的 不同位置当中 重复了浮安特性曲线 我们在浮化钙薄膜当中 得到了286条浮安特性曲线 相达于其他三个样品来说 是最低的 同时我们对这些浮安特性曲线的 机穿电压 进行了一个统计学分析 我们以100匹安为一个预制电流 并把它的机穿电压 进行了一个分布图的一个展示 我们可以看到 在浮化钙当中 它机穿电压的离散性是最低的 比其他三个样品都低了 都窄了非常多 接下来呢 我们对它机穿电压 进行了更系统的分析 我们使用了不同的预制电流 5匹安 10匹安 20匹安 以及100匹安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2.5纳米的浮化钙当中 它的机穿电压 始终保持在一条线上 而且它理想性非常的低 而对于其他三个样品 4.7纳米二氧化硅 二氧化钙加1.5纳米的 二氧化硅 以及6纳米的六方氮化棚来说 首先当我们使用不同的 预制电流的时候 它是呈现一个增加 向上走的趋势的 而且它们的离散性 相对于浮化钙来说 都比较高 这和我们的浮安特性曲线 是相对应的 在浮化钙当中 首先我们有一个 随着电压增加 我们几乎没有漏电流 然后我们有一个电流 急剧增加 而其他三个样品来说 比如二氧化硅 首先随着我们的电压增加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漏电流 然后它的电流 在随着电压逐步增加 而不是急剧增加 这些浮化推进曲线 和这里的一个统计学分析 是相对应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思考 我们的浮化钙来说 对我们的浮化钙来说 它只有2.5纳米 如果我们测量 它厚度只有2纳米 二氧化硅 我们将得到 怎样的浮安特性曲线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两个晶圆A和B 都是由伊菲林科技公司 通过热氧化方式生长的 也就是代表 它们的质量 是相对来说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浮安特性曲线当中 它的厚度是和浮化钙类似 但是它的积穿电压 相对于浮化钙来说 是非常小的 浮化钙的积穿电压 在里面是大于6伏的 同时它每个位置 不同位置的差异性 相对于浮化钙来说 是更大的 在这边我想指出的是 在前面我们所有的浮安特性曲线 用的都是线性对前置放大器 也就是说线性前置放大器 使我们观察到电流 仅为10纳安以下 为了观察到更高的电流 从而确定我们在浮化钙当中 真正达到了浮穿现象 我们使用了一个对数前置放大器 对数前置放大器 可以让我们观察到电流的范围 从10纳安以下 变成10匹安到1毫安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浮化钙当中 随着电压的增加 首先我们有很少的漏电流 然后我们有一个电流的急剧增加 这电流的急剧增加 是因为我们产生了击穿现象 而在二氧化硅当中 我们首先随着电流的增加 我们有出现了一部分漏电流 然后我们出现了一个机穿电流 这里二氧化硅里呢 我们有两部分电流 第一部分是漏电流 第二部分是机穿产生电流 是这个分区是非常明显的 转折点在这里 而对于二氧浮化钙来说呢 它是只有机穿电流的 然后为了印证呢 我们的浮化钙当中 真正产生了机穿现象 我们采用了一个实验 就是说用不同的线流 去观察它浮安推进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的线流 为1纳安和10纳安的时候 一开始随着电压增加 我们是几乎没有漏电流 然后电流都保持在噪音范围 然后我们突然间出现电流 随着电压增加 减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首先 它的电流是回到了噪音级别的 在实验安的时候 它的电流也是回到噪音级别 这个代表我们没有形成 真正的机穿现象 但是当我们用一个EV安 作为一个我们的线流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一开始它有一个电流急剧增加 然后呢 突然间我们把电流 电压进行减小的时候 它的电流回去了的时候 还是在噪音级别以上的 这个代表用一个大的线流 比如说EV安的时候 我们产生机穿现象 因此呢 当我们不使用任何电流的时候 当然我们这边是有机穿现象的 而且在孵化盖当中 我们仅看到了机穿产生的电流 接下来呢 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控制 我们的形貌改变 通过改变它不同的一个末端电压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 我们主要做实验呢 是在我们两个不同的位置 进行了两条不同的曲线测量 左边一条曲线呢 它的电压是0到8伏 右边一条曲线是0到10伏 我们可以看到 在0到10伏这个位置 我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小山丘 这个代表呢 当我们的电压在借电机穿后不断增加时 我们才会发生这个借电机穿诱导外影 当我们的电压是在这边没有继续增加的时候 我们几乎不会发生很严重的形貌改变 接下来呢 我们在不同的位置重复刚才实验 左边是施加0至8伏电压的电流图和形貌图 而右边是施加0到10伏的以后的电流图和形貌图 我们可以发现在前一张幻灯片里面结果是可重复的 然后呢 最后一部分是我们的结论 首先呢 我们发现在高分辨率的TEM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超薄的浮化盖立方结构 出现了连去且几乎没有可见缺陷的一个特性 这个特性呢 极大的避免了局部漏电流的产生 第二是呢 通过导电原子力显微镜前表征 我们发现我们的浮化盖薄膜 显现出了非常小的导电尺寸 而且不同位置的差异性呢 非常低 而且它的漏电流也非常低 第三是我们的浮化盖薄膜 显现出了非常高的接电强度 比我们的二氧化硅 二氧化钛 还有六方氮化棚 相比来说都更高 最后呢 我想感谢我们的合作者们 这是来自奥地利的Tibergaster教授 这是来自俄罗斯的 尼克莱·索克洛教授 还要感谢来自德国的 威纳佛·莲··雷瑟 stret伯 教授 我也要感谢苏州大学 我们的Lander Group 然后感谢PAC AFM PAC Systems 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强大的一个AFM 然后给予我2020 AFM Scholarship 然后还有我要感谢 英飞宁科技公司 生长这么好的氧化硅样品 来跟我们进行测试 然后这就是我讲座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什么疑问呢 可以通过邮箱发给我 然后也可以在这下提问环节进行一个提问 然后如果没有看到完整的讲座 或者想重听讲座呢 可以关注ProcSystem的公众号 我们也会把讲座资料放在上面 供大家下载 谢谢 谢谢